惠林时间PIA封城堡 这是一座位于法国巴黎北部贡比列森林的美丽城堡 它比较好的保留了中世纪防御性军事建筑的古老风貌 它最初建于十四世纪末 然后城堡在十七世纪被拆毁 之后是拿破仑把它买下来 并由继承该城堡的拿破仑三世重新修筑起来 担任这项修筑工程的是维奥莱尔·杜克 这位建筑师也以修建巴黎圣母院而知名 他对中世纪建筑风格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那现在我们在城堡门前的广场上 就可以俯瞰到整个PIA封城市的风光 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之下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城堡的外观呢它是四边形的 长103米宽88米 它在每个角和每个面的中央都有一个防御性的塔楼 它这边呢防御者可以以高塔为据点 但是在城墙顶部又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所以呢它也没有很多的炮台啊 反而呢您看到中央庭院呢 有通往教堂的通往这个大厅的入口 还有各种居住空间 可以说是舒适而奢华的 虽然是修复的产物 但是与圆圈之物呢风格差别并不大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 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